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像明科在人们心上一样宝贵的诗 59篇的背景是扫罗王要杀死大卫 完全是因为嫉妒所引起的 大卫打死菲利斯人格利亚回来的时候 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 欢欢喜喜的唱歌跳舞迎接扫罗王 众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听到了非常不高兴 怒气就来了 扫罗党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 整夜绕着大卫的住处 好像夜间嚎叫的狗一样 想要趁机捉拿大卫 大卫并没有犯什么罪 扫罗王却费尽心思想要追杀他 大卫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这也是大卫流离生涯的开始 心中虽然极为痛苦 但是对上帝的全心倚靠跟仰望 尽管大卫遇到这些有能力的人想要杀害他 但是神却将他安置在高处 弟兄姐妹们曾经被人冤枉过吗 或是不公平的被对待呢 这样的过程令人更加倍的难受 明明不是自己有错 却要承担这样的责罚 心中应该会非常的不平衡 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他生命危险时 求救的对象是上帝 请说的对象也是上帝 在第五节大卫说 万君之神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求你兴起 惩治万邦 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 第二节说 他们晚上转回 叫好如狗 围城绕行 大卫形容仇敌吼叫如同恶狗 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 勿要警醒 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不管是有形或无形的敌人 都无法胜过我们全能而生 我们随时应该保持警醒的心 在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 大卫再次述说自己的艰辛依靠 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 在我几难的日子 坐过我的避难所 我要歌颂你的力量 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 大卫在艰难中 依然歌唱 这是一种坚定的信靠 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大卫跟神清心涂一 也跟神求救 他的信心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 与神的亲密关系 也是一种生活经历 大卫离开了少罗王的政治中心 舍弃了领袖的职位 成了一个流于失所的人 但是他仍然选择歌颂上帝 他在躲避扫罗的过程中 虽然写了许多的哀歌 但是都是信心之歌 大卫把心里的委屈 依了向神诉说 大卫相信公义的神 必定用笑脸帮助他 保护他 大卫凭着信心跟忍耐 面对仇敌 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 最后呢 大卫以颂赞美 作为结尾 事不真说 当人的眼 由环境转向神 当人的心 由世俗转向主 就能唱出得胜的乐歌 每一个危机 每一次将大卫 逼到角落的威胁 都是他经历神的信实 见证神大能的机会 神让人生中的苦难 来磨练我们 好使我们脚下的道路 更为狂广 非常羡慕大卫跟神的关系 让我们更多的亲近神 让我们更爱神 更多的将基督徒的生命 活出来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即使我们的环境 多么嫌恶 多么艰难 但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神 能够活出 与神同行的每一天 感谢你 将荣耀归于你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